大飛翰天下 民主黨拜登這支樓 他們將美國的錢 真是多謝了 我代表中國共產黨 多謝拜登 之前的武漢實驗室 中概股 全部都有民主黨的支持 今天 當一些所謂的 潔淨能源汽車 成為了拜登的補貼目標 結果拜登又醒給習近平主席 我跟你老友來的 美國降低通脹法案 給電動車相關的產業 擴大美國市場 帶來了機會 而最重要的就是 中國動力電磁企業 加緊去美國發展 爭奪市場的份額 不過對於美國的關鍵產業扶持資金 應否補貼共產黨控制下的中國企業的議題 引發多方面的關注和反對 3月16日 生意有錢送一個是中國的國軒高科 這間公司在大急流城外的電磁廠項目 可以獲得1億7500萬美金的周資金 此外這間公司這間工廠也都將獲得30年總計6億3600萬美金的稅收減免支持 即是說又減稅不用你交稅 還有錢給你 醒到你運 另一個是福特汽車公司 和寧德時代的合作項目 這個項目在密歇根州的電磁廠將獲得2億1000萬美金的周資金 密歇根州近年來一直大力發展電動車和相關產業 環境保護基金EDF 這幾天在報告中說過去八年裏美國電動汽車製造業的投資已經超過1200億美金 其中密歇根州獲得了166億美金 而政府也都表示這三個電磁工廠能帶來更加多的工作機會 但是這個項目無論是在社區還是在州以及聯邦層面都發生了爭議 郭軒高科在密歇根州的工廠涉及到梅科斯塔縣兩個小鎮 3月14日陸憲章市和大急流城的一百多名居民出席了陸憲章市的公開會議 除了對電磁廠可能帶來的污染表示擔憂之外 有居民也都對中國公司進入當地提出了質疑 一位退五軍人在會議上高上高質疑 最令到我們瘋狂的就是一家中國的公司 一家共產主義的公司 為什麼要將一家共產主義的公司 帶到密歇根州大急流城 3月10日前共和黨黨籍州長候選人都度迪克遜 對密歇根州現任州長格雷琴韋特麥勒斯提出批評 只將超過7億美金的納稅人資金 用在資助與中國共產黨有關聯的公司 更加接受訪問的時候 郭軒高科這個網站上公佈 這個公司張程中明確表示 當他們來到密歇根州的時候 將在新工廠中建立中共黨組織 這個必然會影響到這家工廠的基礎 迪克遜表示 如果中共組織深入到美國的本土 就有更多機會監視美國 而他們清晰地寫明 他們正在監視美國 也都在這個時候 福特和德寧時代的合作項目 也都引起了美國國會議員的關注 美國參議院的能源和自然資源委員會主席 喬萬欽 這個是民主黨人 3月10日表示 他完全反對讓中國電磁廠 德寧時代獲得美國的稅收資金 萬欽起組了降低通脹法案 這個法案認為是要推動電動車和電磁企業 減少對中國的依賴 在美國本土建立電動車和電池的供應鏈 萬欽在欽斯頓的舉行劍橋能源州 會議上高表示 福特與德寧時代的合作 夥伴關係中包含了12%特許權使用費 令到德寧 不是寧德時代 對不起我講錯了 寧德時代可以獲得IRA 給予電動車7500美金的稅收底面中的900美金 萬欽表示他不能允許這種事情的發生 美國參議院盧比奧 這個是共和黨 在今年的2月14日 亦都自信拜登政府 要求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 審查福特與寧德時代交易的許可協議 更加要求拜登政府承諾 不能夠該項目提供IRA的稅收底面 和其他的資金支持 盧比奧在信裡面講 即使名義上是私營中國企業 亦都受到北京的資金支持和妄濟 亦都有義務支持中共政權的目標 寧德時代都不例外 盧比奧更加表示 如果好像寧德時代這樣的中國公司 可能通過巧妙的企業安排 利用中國和美國對電池和電動汽車技術激勵的措施 這樣聯邦資金投資在工業發展上是沒有用的 美國納稅人的錢不應該用來支持中共的電池銷售冠軍 寧德時代曲線進入美國市場 他董事長曾鈺群曾經在去年2020年初 2022年初的投資者大會上都表示 美國市場是寧德時代一定要去的一個地方 寧德時代原本計劃在北美地區設置一座電池工廠 但是去年的8月美國出台IRA要求申請補貼的電動車的電池 關鍵礦物來源地以及電池組件組裝地 逐年提高本土即北美或者夥伴國的比例規定 之後寧德時代擱置在美國建廠的計劃 今年的2月份福特公司宣布與寧德時代達成了一項新合作協議 福特擁有合作電池工廠100%股權 而寧德時代則負責營運工廠提供電池技術和服務等 旅英中國金融資深從業員人士方琦也在3月28日 他提出寧德時代將非核心的技術授權自己負責營運和技術 相對來說可以獲得更加穩定的利潤 並且這部分利潤是可以支持他繼續儲能電池技術和回收技術的研發 因為這間公司正在擴大這兩方面的業務 這個就是拜登 拜登他講明資助美國的新能源發展 結果錢就落入了中國的電池廠 是嗎 你想辦法要超越中國 你要成為了世界第一大的新能源汽車的國家 但是你就直接這樣免稅給錢給中國的電池廠 在美國做大做強 所以差勒租從來都是 節目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share 訂閱 課金看廣告 可以說加入會員和比賽 大飛安天拉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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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